这节课呢,咱们还是继续讲咱们的HTML一些标签 还讲一些标签哈 然后呢,呃,来打开这些写的码了哈 找到咱们的第五天 然后呢,写一个 写个什么 呃,A点HTML先写一个超连接的标签哈 这个重点,重点在笔记里面重点的话,我也会标注 然后呢,我在讲讲课的时候呢 我也会提一下什么重点 好吧,然后先把它 咱先把那个情侣压格表现写出来吧 然后HTML 然后呢,斜线HTML 然后还有HIDE 什么斜线HIDE 然后呢,然后BOLD 这什么什么 M1TA是不是 这些是这样掐赛他 然后等于UTF-8 对不对 然后结束 什么title是不是 TIT L1斜线TITL1 然后这边写什么东西啊 写啊 嗯,抄链接 抄链接 好,同学们在写代码的时候一定养成习惯哈 然后该缩进的缩进,该对齐的对齐 然后这样代码看起来比较好看哈 我先养成,先养成一个良好的编码习惯哈 然后写一个BODY 然后呢,斜线BODY BODY 然后呢,我写个A标签HIF 它有HERF属性 它也创标签HERF 是啊,写你的链接地址 你比如写HTTP 冒号 什么,这是不是UR地址啊 就是什么路径 就是那个网址 写网址哈 3W点 什么,百度点 CAM 然后呢,写完之后 你看 我写A 然后呢 我写一个百度以下 百度以下 你看 我保存 保存完之后 我点击打开 右键打开 浏览机解析运行 你反正,哎 百度以下 你看 是不是我鼠标放进去怎么着 是不是变成小手啊 变成小手对不对 你看我点的小手的时候 出现什么效果 我点 怎么着 直接跳转到百度 直接跳转到百度 这个东西很常用哈 很常用 重点 你看 他还可以怎么 还可以怎么 你想跳转到哪 可能这一份 我跳转到京东 什么 HTTP什么 3W点 基地点 CAM 你看 这是京东 到京东 到京东 我保存 然后切记 回过来 要刷新一下 刷新完之后 我点击 是不是到京东去了 好 这就是他的一些 标签里边的一些东西啊 一标签 HERF是他的属性 然后等于是不是值啊 值要写什么东西啊 就是要写UR地址 说白就是网址 就是网址 你要跳哪个网址下面去 找什么东西 好 这是一点 说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看他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属性 你看 还有target TAR TARGET TARGET 等于 我写个东西 等于 然后写一个 下滑线 BLANK 我 还一样 打开 我点百度 怎么着 是不是新页面打开 刚开始咱们打的时候 刚开始没加的东西 你看这个京东上 京东上加的东西了吗 这个京东 没加是不是 你看我点的时候 去哪 直接在本页面打开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不太好吧 你看我加上target之后 又加什么 我在这边加上target的 然后是不是 在新页面打开了 你看 我再点 我再点 然后 我再点 是不是都在新页面打开的 这就是target的属性 值 如果是他的话 就是在新页面打开 你看 他还什么值呢 老师 你看 还什么值 我再写一个 再写一个 他的默认值 是sef 然后呢 刷新 点 是本页的 这是默认的吧 是默认的 咱们什么都没写的时候 是不是也在本页面打开啊 好 你看 再有什么东西呢 再有什么东西 你看 我这块啊 target 咱就有什么 blank吧 blank 然后呢 你看 还有什么东西 title 它还有title 它还有title属性 title 等于 写一个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是啥 然后呢 我点刷新 刷新之后 你看 我鼠标 慢慢的 刷上去 没有任何提示 是不是 你看 我 刷到百度下面 你看看我是啥 是不是咱们这块写的这句话呀 好 这就是啊 鼠标 一上去的时候 有一个提示的 一个小效果 好 再说个 就是锚点 锚点 看锚点 我点个东西 我写一句话 然后 A A标签 HRF 等于 等于 然后呢 我写一个 然后A标签结束 然后 点我 跳 跳到位置 跳到你指定的位置 可以要跳 跳到 到你指定的 位置 位置 然后呢 我这会写个 警号 TAR TET 他给他 结合他给他 这个东西没有 是不是 你看好了 我一点 我先再写一句话 写P标签 咱们昨天是学了P标签 上前课学P标签 是不是 然后呢 再写一个 同学们 学习 什么 编程 没有接近 一定要多写 多练 一定要 多写 多练习 好 我CtrlD DDDD 好 复制几份 然后一定要有他 往上走 CtrlC 然后呢 Ctr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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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复制几份 你看 打开看有没有 能不能到这块 是不是有了 有什么 这是鬼动条了吧 然后呢 我想在这块 我想在这最 下边这块 下一个句话 下句话 CtrlC 再写个P标签 跳到这来 写个 跳到这里来 T要跳 跳到这里来 跳到这里来 我写的那样 我写个A标签 A 什么 写个Name 等于Name T-A-R-G-E-T Target 然后呢 写个 笔合 A标签 是他那边 是不是咱刚才写的 是不是Target 好 是Target 你看 我 到这 我刷信 刷信 我点 到百度是吧 点到什么 点我到直线的位置 你点 是不是在这的 就是大家看网站的时候 会有什么效果 你点I去哪个 哪个地方 在本页面一点 哎 跳到这里 这就是锚点 这就是锚点 然后呢 你首先的时候 你要写个 Target 等于一个Target 什么 一个目标点 你要写个目标点 然后呢 你在目标点的时候 找到 他找位置的时候 肯定要有个名字 对不对 然后你写个Target 就OK了 你点了块 他就可以跳到这块去 这是锚点 好 说完A标签之后呢 他还有什么 再说一个标签 再说一个标签 还在这个文件里面写 写一个 来 写一个 HR 然后呢 他也是弹明线 HR是弹明线 然后 我刷新 刷新 呀 哪呢 哎 他是什么 出现了一个华丽的分割线 是不是 他就是分割线的效果 他有哪些属性呢 他哪些属性 你看我写VS WiDTH WiDTH 等于 我写个 300 刷新 哎 是不是变短了 是变短了 写个500吧 500 让我刷新 变成了500程度 变成500程度 还有什么 你看 还有什么 他有没颜色 我写个 他有color名 COLR color 等于一个 红色 Right 然后刷新 是变红了 变红了 他还有那种样 size 等于 写个 5 刷新 是变粗了 好 开查 再写呀 还有什么属性 属性还有 A LIGN 等于 然后写个 Left 他默认是不是居中的呀 你看我写Left 之后出现什么效果 走 是不是靠左居中啊 老师有没有right啊 IJGT 也有哈 也有 那center呢 有没有center center默认的吧 CENTR center 居中 它是默认的 好吧 它是默认的 像有些其他的一些 标签里面也有 这些属性啊 这些属性呢 不是重点 咱们重点呢 主要是 我在这里 我讲解 为啥讲解这个东西啊 为啥讲解这个东西 是因为 有些标签里边 可以这么去写 但是呢 在一般情况 不这么去搞 咱们都靠什么 都靠咱们后边 要学的CSS 来去修饰它的 好吧 这东西 咱一般 我只说 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东西就OK了 可以在这里边去写东西 好 说完这东西之后 还有东西 新键 Ctrl N 我那个什么 我就那个全球加工 我就不写了 然后写个标题 标题是什么 H标签H.html 然后呢 我Ctrl C Ctrl V 我就不写了 那个全球加工 我这块删掉 干掉 滚炉子 好 干掉完之后 你看我写 H标签 斜线 斜线 H H1哈 H 斜线 H1 然后呢 我写这是标题 这是标题 这是标题 1 然后 Ctrl C Ctrl V 3 4 5 6 7 好 写完之后 你看我这块变成 2 这块变成3 变成4 变成5 我变成6 你看它有没有7 然后这块不要干掉 然后呢 这块变成 2 3 4 5 6 7 你看那这块也变 变成 这块变成 2 3 4 5 6 7 你看我想这 你看它不变色 你看它都不变色 这怎么着 格式 是还默认的是那个了 不用改了 然后我点双击打开 怎么着了 是不是字号一点也变小了 那7的数据没效果 来我告诉大家 它只有H1到H6 这是标题 这是标题 H1是最大标题 H1是最大标题 它怎么着 是默认是最大的 最粗 然呢 2号 3号 4号 5号 一直6号 没有7号 给大家说 没有7 它只有1到6 它也是双标签 它也是双标签 好 那还有什么东西 再介绍几个标签 再介绍几个 还有一个就是 H啥标签 A是标题标签 然后还再介绍一个B标签 然后写一个 你好 B标签 你好 然后呢 然后再写个B标签 B标签 斜线B标签 然后写个你好 你看他俩什么效果 他俩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B标签啥意思 就是加粗的意思 好就加粗的意思 然后我复了一份 C C 然后再写一个标签 再写一个哈 爱 加个爱标签 看什么效果 爱标签 爱标签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块 我再写一个斜线爱标签 我保存刷新 刷新 怎么着 他默认的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加爱之后呢 变成斜体 爱是斜体 还什么呢 再加个U 扛第一份 然后这块变成U U 然后呢 斜线U 它都属于刷明线哈 然后我刷新 收下滑线 U是加上下滑线的意思 就是underland缩写哈 然后呢 扛第一份 再一份 再教大家一个哈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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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斜线 sstrong 然后刷新 走 怎么也是加错 跟B标签是一样的效果 好 对现在咱进几节课 简单这么多